來 醫院怪事國 鬼話醫生做的 大家好 我是圖龍康 這個有一位 長期患了糖尿病的男子 然後又被查出 他胃部長了腫瘤 那家人就提醒他 就是說 你要去回診 還是要看醫生 結果男子就回了一句話 反正都要出病了 不用了 結果隔天真的就往生了 所以話不要亂講 來 馬上歡迎痛靈小護士 在愛與勇氣及希望的名義下 通靈小護士來給你有病治病 沒病強身的祝福喔 住院病患遇到不理人的護理師 竟然扯出了一起命案 迷留的病人回老家 往生後病患卻招不到魂 究竟跑去哪了 家戶病房的醫生 竟然跟往生病患 一起走完最後一程 精神科醫師碰到裝瘀的病人 竟然曾被鬼拆覆過身 開在猛鬼大樓裡面的 牙科診所 天天都不按理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見鬼門診準備開業囉 大家可千萬不要過號了 雖然我覺得小仙英柔醫師不錯 可是我還是最喜歡蘇醫生的 蘇醫生你很久沒來 我還是很想你的喔 謝謝 來 剛剛前面有講到 那個護理師 而且他還是冷漠護理師 夜半巡防會扯出一件命案 我還問為什麼 怎麼會扯出命案呢 這一位陳醫師 他剛來在中南部的 這個中型的醫院 那他個性是屬於比較活潑 喜歡開玩笑的 外相 對 比較外相活潑的 有一次電梯打開 進到裡面 有護理師在裡面了 進來以後因為你喜歡虧 喜歡虧嘛 進來以後說 今天真榮幸跟三位美女 可以一起搭乘電梯 結果被人家白眼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只有兩位 漂亮的護理師 這兩個護理師 彼此就看了一眼以後 給了他一個白眼就對了 少來這一套 故意要剛來 然後故意要嚇我們 不理他 但兩個人就 臉色拉下來就不太好看了 陳醫師想說奇怪 為什麼這個樣子呢 為什麼我讚美你們 你還給我白眼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過幾天以後 那麼陳醫師又來這個 巡房的時候 護理站 又看到了前幾天 在電梯裡面的那兩位 長頭髮長得漂亮的 這個護理師 然後打雜風 三位美女又見面了 這時候兩個人 惡狠狠地瞪著他 為什麼呢 明明護理站 就只有我們兩個 你為什麼又說三位美女呢 然後這次換陳醫師 覺得莫名其妙 我跟他們打雜貨都不理我 很像瞪我 所以陳醫師就覺得 你們對我很不禮貌 他會覺得這個樣子 那就在這個時候 結果就在同一層的 這個病床 病房 那麼連續有幾個晚上 都發生了一件事 是什麼事呢 就是有住進來 剛住進來的病患 那麼結果到了凌晨 大概快要兩點多的時候 然後護士進來 護理師進來了 進來了以後 他也一樣這邊看看 板子看看 然後這邊看看 這邊看看 那剛好有一個這個 歐一桑 就是年紀比較大 歐一桑 他就跟他講說 我哪裡不太舒服或怎麼樣 他跟那個護理師講 結果這個護理師呢 看了看他以後笑一下 就看了一下 笑一下 給他點點頭這樣 都沒有講話 然後就出去了 可是他也沒有找人來 也沒有找醫生來 也沒有幫他處理 他就很不高興 然後呢 警戒而來 隔壁另外一個病房 另外一個病患 也是這樣 晚上半夜之後進來 然後看到有 護理師一個進來了以後呢 也是跟他反映我的點滴 點滴好像快要沒了 是幫我弄一下 他還是笑一下 跟他笑一下 然後點頭出去以後 也沒有 還是沒有進來換 白天的時候 這幾個房間的家人 都不約兒童 跑到護理站 跟這個護理站 罵 晚上來啦 要不然的話就是 這邊不舒服 幹什麼緊急情況 幫我打個止痛針或什麼 要不然換個這個 等於說點滴打點滴啦 你也不來換 然後呢 反映了半天都沒有 一直都這樣 到底是怎麼回事 結果後來一形容 他們所看到的護理師 都是短頭髮 沒有戴眼鏡 可是這不對 因為這個中型的醫院 晚上每一程 他們小夜班是兩到三個人 但大夜班只有一個人 只有一個護士 而且全部都是長頭髮 戴眼鏡 沒有短頭髮 沒戴眼鏡的 每一個人 對 但是護理 但是護理長 他一聽 心裡就嗆了一下 他心裡有數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醫院 在兩年前 有一位短頭髮 很可愛的年輕副理師 失蹤了 失蹤了 他是跟著一個 比較資深的醫生 到北部台北來開一個會 然後在過程當中 回來的時候 只有這個醫生回來 醫生說這個年輕副理師 不知道為什麼 就在開完會的過程中 說要去買個東西 就不見了 怎麼找都找不到人 也不知道他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他也沒有回來辦 離職手續什麼都沒有 就不見了 那因為已經事隔一段時間 他們保留了他的這個 護士宿舍一段時間 連東西都給他保留了 大概快接近三個多月 但不行 因為你不見了 我必須要補人 那我宿舍要空出來 所以後來 他的床位保留著 因為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密集就對了 但是他的床頭櫃 那個鐵櫃的床頭櫃 把它整理了以後打成一包 希望他的家人把它拿走 一直都沒有人來 然後空出來了以後 發生了一件事情 不管任何一個 新進的副理師 只要把這個東西 放進去那床頭櫃吊起來 但是他的那個 本來的那個 掉衣服的那個衣架都留著 衣服都被扔出去 不讓你用就對了 有人在用 對 有人在用 不讓你用 這個護理師消失 大概三個多月以後 本來跟他去開會的 這個資深的醫生 也離職了 可是後來 就一直有人會去看到 有一個短髮的護理師 在半夜的時候 出現在那個地方 原來這個失蹤的這個護理師 他有一個習慣 因為他年輕又有一個人 又住宿舍 所以他喜歡職人家不職的 大夜班 後來你要知道 院長通常跟地方的警察 所長這些都熟 有一次在聚餐的時候 講了這個事 這個當地的分局長 本身當過刑事組組長 所以就根據他所說的 然後就設法 透過很多醫院的管道 找到當年 跟這個失蹤者 一起去台北開會的這個醫生 才終於讓全案水落石出 這個醫生說 失蹤的護理師跟他去台北開會 他開車載著這個護理師 過了其中一個地方 護理師說身體不舒服 所以要求他 把車子停在山路的旁邊 然後就咳... 門打開咳... 咳出一灘雪來 緊接而來人就跑出去 然後就突然間 砰 修科倒在地上 然後他衝出去 要幫他CPR級 就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結果他 那人已經斷氣了 已經死亡了 你是醫生你不知道 該做的事情就是通報110 然後警察單位 法醫驗師嘛 對啊 他說他很擔心 人家會說閒話 說他跟他是不是有婚外情 然後說跟他是不是他把他害死 他做了一個各位 絕對想像不到一個醫生 會做出來的事 他們不是開了那山路嗎 對 他把他抱起來 抱到山的裡面 走了幾百公尺 挖了個洞 埋起來 他瘋了 再把他樹枝什麼東西都蓋著 回來以後說 護理師自己不見了 那警察會相信嗎 對啊 警察當然不相信 那你瞞在什麼地方嘛 那就帶著他到 他說的那個山上去找 他靠著記憶 真的找到了那個 有一個稍微有一點 彎道的一個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剛好可以停車 然後巡進去 因為已經隔兩年多了 所以找了六七個小時 才勉強真的找到 他印象中好像在那個 幾棵樹的中間有一個地方 弄開... 挖了大概兩個多小時 真的挖到了 可是已經變成白骨了 對啊 可是重點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說的是 你的片面之詞 太不合情理 你應該是通報110 跟警察跟法醫嘛 你沒有啊 對啊 會不會是你害死了 真的 可是遺憾的是 因為埋在地底 兩年多了以後 挖開來的時候 已經全部是變成灰色的骨頭了 不是白骨了 是灰色的骨頭 只能咽他的頭部 沒有敲擊的 爐內出血那種 敲擊的那種傷痕 然後看不出有明顯的那種傷痕 包括脖子這個地方 因為都已經爛掉了 也看不出有外力的這個 這個被破壞的傷痕 最後把他移送法辦 但是最後並不是用殺人罪 把他解案 因為你查不出他有犯意 你頂多說 你不應該把他遺棄 遺棄屍體罪 對 只能用這麼輕的輕罪 把他給處理 不過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為這個護理師沒有下班 所以後來破案了以後 這個院長心裡想 我不能讓這個事情 繼續這樣下去 雖然已經破案了 但我跟他講 所以趁著那一年的這個 七月十五 中元節 辦了一個法會 然後由院長來跟他說明 你可以下班了 是 你可以下班了 對 我們也幫你找到了 破案了 你可以下班了 從此以後 再也沒有人看到那個 短頭髮的護理師了 這個 我們的習俗是這樣 就是說那個年紀大 或者是快往生之前 總是希望那個 就請回家 回家走 在家裡過去嘛 那可是這一位他也回到家了 但往生之後他引不到魂 蘇醫師怎麼會這樣 他不是已經回家了嗎 這是發生在 北投某一個 就是大醫院 OK 很大很大的醫院 我知道 很大很大 非常大 他有一個病房 是神經外科的病房 那有一天 那神經外科的護士的爸爸 因為腦瘤 那迷流了嘛 然後就到這個 他們自己的病房去等 可是很多病人很奇怪 他願意送到醫院 可是又不願意在醫院死掉 所以就特別交代說 這個如果有快要走了 最後一口氣要送回家 然後這個老先生還滿會撐的 撐到有一天到半夜 醫生一看 氣息微弱 然後血壓降低 他想想這個時間應該到了 所以就趕快半夜就緊急聯絡 這個護理師的這個家人 他因為家出來了屏東嘛 所以他就連夜叫救護車 就要把家裡面 這口氣要送到屏東去 對 好遠 可是隔天這個床 清乾淨了之後 再收一個新病的 一個年輕人 要準備開刀了 可是這個年輕人住進去以後 就開始有 已經很有趣的事情發生 是 那第一天晚上 他睡覺睡到一半 結果來拉他被子 拉了被子 然後他不以為意 他以為是被子自己掉下去的 然後繼續睡 雖然被拉了好幾次 那第二天他就覺得不對了 他說 跑去跟護士一直按鈴 他說我睡覺 為什麼有人一直在踢我的床 動... 一直踢... 然後這時候 護理師也覺得毛毛的 可是又沒辦法跟他解釋 他說你睡吧 然後給他安眠藥吃 那第三天是準備 要開刀的前一天 那終於... 他睡覺睡到一半 就覺得 陰風慘慘了 很冷 是 然後終於有人把他 簾子拉開 他說 年輕人 這我的臉書耶 你自己睡著了 年輕人終於受不了了 立刻跑出這個 大喊一下 跑出去那個護理站 然後小姐一看 聽他形容這個 這個樣子 就心裡面有底了 大半夜叫床的人到底是誰 護士心中的那個答案 又會是誰 然後小姐一看 聽他形容這個 這個樣子 就心裡面有底了 他說 我們還有一張床 為你今天晚上就不要睡在那裡 好了 我們幫你挪到這個 別的床位去 然後隔天早上 全部的護理人員就在開 交班會議 這個大夜班的小姐就說 報告護理長 那個昨天 好像這個 某某某的爸爸好像回來 說那個床是他的 他的 那時候護理長就覺得 不對啊 那不是已經回家了嗎 對啊 立刻趕快打電話 跟這個護理人員講說 你爸爸在這邊 鬧人家三天 然後就立刻打電話 這時候他女兒就趕快 帶著法師來醫院招魂 然後招一招 後來經過這個了解才知道 然後送他回家 最有口氣的時候 其實回想起來 他應該已經走了 魂魄已經走了 已經人都走了 可是家屬 因為大半夜 送回去 然後又回屏東 大家都在救護車上睡覺 沒發現 沒有人跟他講說 爸爸 過了 爸爸 哪裡的 所以一路上就這樣 大家一路會睡回屏東 所以就忘了叫老人家回家 就把臭皮囊運回去 對 但是魂魄還留在那邊 然後收一收以後 就沒事了 對 魂魄這個東西 一定要相信 因為有太多的 就是這種招魂的 有時候那個招魂 那個竹子 有時候還會起反應 這個你不得不相信 對 家屋病房的醫生 無意間跟往生的病人 走完最後一層 是跟他一起走嗎 這樣意思 這什麼意思啊 這個故事在家戶病房 那家戶病房一般來說 是醫院的最後一道防線 是 那裡面的病人的病況 會比較複雜 比較危急一點 那相對就是需要 比較密集的監測跟治療 那我之前有個朋友 那他也姓陳 那陳醫師 他在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那時候剛到家戶病房工作 那他本身就是比較容易焦慮 那所以他一開始在那邊 他就上班精神很緊繃 下班又要念書 然後準備報告 所以他把自己搞得很累這樣 那有一天 有一個病患 他因為嚴重的感染 引發敗血性休克 然後轉到家戶病房治療 就血壓非常的低 然後陳醫師照顧他 照顧了兩天之後 其實狀況沒有什麼改善 還是用了好幾種的生涯藥物 那他這時候只能盡快想說 請家屬過來 那偏偏家屬又在國外 沒有辦法過來 他就只好請他們趕快回國 然後他盡量用藥物 幫他維持那個生命真相這樣 一直到了第三天白天 終於好不容易 血壓有一點點改善 然後下午家屬就來了 那陳醫師好不容易 就鬆了一口氣 那沒想到這個時候 隔壁床的病人 那個狀況又不穩定 所以只好趕快又去急救 就弄了這樣 弄了一兩個小時 好不容易就穩住了 他終於可以就是叫班 然後就下班這樣 然後下班之後 他又一樣又累翻了 他就隨便在附近 找一個值班師 想說就小睡一下 然後他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就在半睡半醒之間 就門外有一陣腳步聲 就感覺走到門口 然後有人輕輕地 敲了兩下門 他就想說要問是誰的時候 就一個很模糊的聲音說 他就想誰 是同事下班跟他打招呼嗎 然後他就開門去看是誰 結果走上都沒有人 他一看時間 已經晚上十一點了 然後完了 那他也趕快回家 這東西拿就要去坐電梯 那我們知道電梯 醫院的話有分客梯 跟醫療用的電梯 那醫療用的電梯就是會 比如說有運送那個病床 或是一些物品 甚至大體的運送 也是都是走那個電梯這樣 那這時候他看 客梯都還在比較遠的樓層 然後想說 那就坐那個醫療用的電梯好了 一按 電梯很快就來了 打開 空的 那個很大嘛 一個病床都塞了一下 就進去 然後就按一樓關門 然後門就關起來 但是就在電梯要往下的時候 然後呢 他很確定外面沒有人 是 他就覺得莫名其妙 而且那時候他就覺得 怎麼有一股寒意 全身那種背上 雞皮疙瘩都跑出來 他就覺得不太對 趕快又按了關門 門關起來 這次就順利的下降 然後那個很大的醫療電梯 他就靠著門口站 他想說等一下門一開 他要趕快出去了 他也不敢回頭看 好不容易 他就等到門 終於打開了 打開到一半 他就衝出去了 結果一衝出去 他更傻眼 他不是按一樓嗎 對 地下五樓 然後他左看右看 整條走廊上 就只有他一個人 然後最恐怖的是 這個走廊的鏡頭 就是醫院的太平間 是 他整個嚇壞 趕快跑到對面去按課題 也趕快衝上去 到一樓 然後就直接用跑的跑回家 他就住附近又跑回家 他想說應該是太累了 太累了才會遇到 這些這種奇怪的事情 所以他就趕快回頭 就倒頭就睡了 然後就不想太多 那隔天早上 來上班的時候交班 然後值班醫師跟他說 有一個新病人 那昨天那個 拜血性休克的患者 已經往生了 然後就說奇怪 昨天不是在改善嗎 然後值班醫師說 在家屬來之後 就好像那個回光返照一樣 他就撐一口氣撐到家屬來 是 家屬來之後 狀況就急轉直下 就等於那口氣就鬆掉了 然後就往生了這樣 那陳醫師就 隨手翻了翻昨天的病例 就看一看 跟那個值班醫師講得一模一樣 一直他看到最後一行 這個病患他是在昨天晚上 十點五十二分的時候往生 他整個就嚇倒 因為那個就是他昨天起來 看手錶 要回家的時候 就是人家跟他說再見的時候 對 他才發現 可能他無意間 陪了那個病患中的最後一次 喔 細 精神科醫師 精神科醫師真是 精神科醫師是一個 非常難的一個 怎麼講 醫生 因為 特別 對 很特別 就是說有些事情就是說 他到底是妄想症呢 還是精神真的出了問題呢 還真的是跟那個陰界 靈界有關呢 這個是比較難斷定 那這個醫師 他遇到的是妄想症的病人 你看 就跟抓交替有關 是這樣 這是一個那個賣豆漿的故事 因為這個賣豆漿的 那個偶利桑 他有一個獨生子 大概十四五歲 有一天那個午後 然後下了雷震雨 下了雷震雨之後 然後雷震雨一下就停了 然後太陽又出來了 然後他的這個兒子就說 我要去游泳 他說你不可以去游泳 他說我一定要去游泳 然後不可以去游泳 他就抓著他 他就往外面猛跑 十四五歲已經有一點力氣了 甩了之後 然後跑出去 他去那裡游泳 他看到雷震雨 下完之後不是都會 馬路上都有一些積水嗎 他就啪 就往那個積水裡面就跳水了 那個積水就這樣子 對不對 在那邊游泳 然後他就 回家... 然後就跟其他的人講說 各位 我這小孩 最近都不能夠碰到水 一碰到水的話他有水關 他可能會這樣 所以那瓶 大家 酥酥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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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只有看到他 只要他跟... 要出去玩水幹什麼 麻煩你們一定要幫我 把他抓回來 然後他們沒問題啊 因為像那種眷村的那種 小朋友 從小看他長大 跟自己的小孩子一樣 沒問題... 就把他抓回去 但是他呢 每天就在那邊吵著 要去玩水 那吵著要去玩水呢 開始說 你為何這麼想要玩水啊 他說 我吸一條魚 魚啊 魚腳... 我吸一條魚 這樣子 結果有一天早上 這個獨生子 突然間在洗臉的時候 把自己 頭整個嗆到水裡面去 去幹嘛 去呼吸 這樣子 整個吸... 吸到呢 吸到他 爸爸經過的時候 看了 你在幹什麼 結果呢 他已經不省人事了 結果送去醫院 趕快送去醫院 那個什麼 那個嗆 水會 嗆傷會肺炎 會嗆到 很嚴重 那因為賣豆漿呢 這藕莉桑跟他太太呢 家裡面就只有兩個人 所以 工作還是得做 所以呢 太太就在醫院裡面 照顧這個小孩 可是他爸爸特別交代 不可以讓他碰到水 可是呢 突然間他去接個電話 一回過頭 怎麼他兒子已經在浴缸裡面 躺在浴缸底下 上面已經都是水了 在浴缸底下 這樣子 像魚一樣 他嚇著尖叫 趕快把他抓起來 他叫護理人員來 已經 又是不省人事 那趕快做很多的 急救 該做的事情 終於脫險了 可是脫險了之後呢 他們醫生就跟這個 那個歐利桑講 他說你這個兒子啊 怪怪的 現在已經不是我們 只有肺炎的這個問題 他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問題 你如果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他早晚會淹死 真的 這樣 那就精神科的醫生 就來會診了 就來會診的時候 就問他 你是 就開始他們專業嘛 可是他就一直跟他說 我是一條魚 好 這樣 然後他就說 那歐利桑 你坐吧... 還有你坐吧 然後坐啊... 然後 歐利桑已經坐了 他兒子也坐了 他怎麼一直叫人家坐 他說誰 那剛剛那個藍色的 藍色那個 老人家是誰 是你的爺爺嗎 還是什麼 沒有啊 哪來的 穿藍色衣服的老人家 沒有啊 剛剛就一直站在這個 小朋友的後面 沒有 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那他就問他爸爸 這樣的情形發生多久了 開始發生這些事情之前的 晴藝天晚上 他們的鄰居 有一個媽媽 然後就是得了病 他也很嚴重了 很嚴重的時候 就請那個當機 發失來辦發會 起身 看能不能 保佑 沒有 讓他能夠起死回生 那個病能夠好起來 這樣子 他說他那一天他去看 去看 因為都在鄰居 那歐利上去看 看完之後 好 反正就是熱鬧 看就熱鬧 看完之後他回家 回家回到家裡面的時候 他看到他兒子 坐在他的椅子上面 腳翹得高高的 說 拿水來給我喝 他說 我是爸爸 你是兒子 拿水來給我喝 拿水來給我喝 我不是你兒子 他說 你不是我兒子 那就是我兒子 他打他去 他說不是 我們是鬼才 我們是來抓隔壁的這個 這個太太的 但是他們現在正在求神 贏神 贏了神之後 那個某一位帝君 我就不講那個什麼名字了 某一位帝君 已經在那邊的底下 在那邊辦事 我們不方便 不好處理 我們說在那邊 尷尬 等很久了 等到口渴了 所以能不能給我一點水喝 是真的嗎 半信半疑 因為他講的話的聲音 跟他的兒子不一樣 好 就拿水 那個五公升那種礦泉水 我們在辦公室裡面 不是他那個水要倒到那個什麼 飲水機裡面去壓的那個 五公升那個 連續兩桶 他兒子 瞬間喝完 喝完之後 隔壁的那個音樂 響起來 要送神了 就要送神了 然後鬼家說OK 謝謝你 我們要過去 但是謝謝你的水 沒有什麼好報答你 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的兒子從現在開始 不過要讓他碰到水 否則他一定有水關會死掉 我們就無語彙報 謝謝 走了 他一走了之後 隔壁就開始哭了 不能走啊 死了 他想人已經死了 這真的是鬼差 來把人給勾走了 這樣子 所以勾走了之後 他就知道說 他兒子不能碰到水 所以那個隔天 他兒子下了雷震雨的時候 他兒子出去 看到水就要游泳 就要幹嘛 就從那天開始 他說醫生 事情就這樣 醫生診斷 父子兩人都有妄想症 對 爸爸比較嚴重 對 好了 兒子住院 肺炎好了 那就要出院了 可是出院的時候 一樣 一路上面就說 我要游泳 我要去幹嘛... 那爸爸很操心 他可能真的就這樣子就死了 之前沒死是 因為他們有提防 萬一隨時喝一口水 他都可以把自己嗆死 怎麼辦呢 好了 就去求他們 都有那個宮廟 就那個法師不是 來他們家辦過的那個嗎 就求他 該怎麼辦 法師當然相信 法師跟精神科醫師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領域 他就這個好辦 因為他們那個某某帝君 那個聖誕快到了 講聖誕那一天 你來 因為他一定帶了很多兵馬來 你就來求他 來治你兒子的病 好 那天 OK 好 就這樣 就決定了 就那天清晨 天... 就聽人開始的時候 他們要準備要辦法會的時候 就準備好 帶著兒子 就到了 已經在宮廟旁邊等 他還開始做的時候 他還開始鳴鼓 然後就說他是 願望救我兒子 就這樣子 好 裡面槓桿 然後就開始打擾了 抓進來 抓進來 當然他們天兵天將去抓什麼 我們看不見 但是我們聽到抓進來是 他爸爸把兒子抓進來 是這樣 抓進來 然後開始 但是他兒子一抓進來的時候 一到門口就昏倒 馬上昏倒 然後口吐白目 這樣子 然後開始就躺在那裡 然後就看著法師那邊 起擋 講很多東西 一個多小時之後 好 做完了 兒子慢慢醒了 醒了之後呢 到底怎麼回事 他說 我又不知道怎麼回事 那一天我們在 不是隔壁在營神嗎 我就在外面 就看到一個穿藍色的 衣服的老人家 就過來 過來說早去游泳 然後就從那天開始 他天天就在我旁邊 每一天都要帶我去游泳 你們都不讓我去 他就一定要我去 一直到剛剛要來進來 早上他還在我旁邊 所以早上的時候說 那個弟弟說要去抓人 不是抓我 是去抓他 結果後來把他抓回來了 抓回來在上面 馬上就省問了說 你為什麼一定要把他給弄死 他說他要抓他交替 但是上面說 你交替早就 因為早就沒有了 你根本沒有資格抓交替 來 壓走 我就把那鬼給壓走了 然後就把我送回來 還養 讓我還養 事情就這樣 我這個要去醫院 妳喔 不會啊 妳身邊很多人陪著 妳現在 你不要鬧 來 奇怪 這個在猛鬼大陸裡面 還要開牙科診所 那不是自己找麻煩嗎 那不可能有一天是安寧的 吳醫師為什麼要在那邊開呢 這個是我朋友大概以前 在那個南部的一間 牙科診所當助理時候 發生的事情 那他以前在那邊 當助理的時候 就是夜診結束之後 我們要尋那個就是 牙科的器械有沒有 都把它關掉嘛 那他就是在尋的過程當中 有一天晚上就 聽到背後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那後來他就想說 下意識的就轉頭過去看 然後他轉頭過去看的時候發現 他的背後根本沒有半個人 然後他就心裡覺得毛毛怪怪的 就趕快收一收 就趕快離開診所 後來有一天他忍不住 就上班的時候 就問其他的同事說 他之前有晚上的時候 聽到別人在叫他這樣 那後來 大家就開始面色凝重起來 這棟猛鬼大樓 曾發生過什麼恐怖的事 讓這群護士們 臉色如此凝重呢 可以知道雛紡 你承認要是 這棟無辜的事 後來有一天他忍不住 就問其他的同事說 他之前有晚上的時候 聽到別人在叫他這樣 那後來大家就開始 面色凝重起來 那其中一個同事就說 她之前在病例室裡面 找病例的時候 就突然聽到有一個女生 叹了一口氣 說了 然後但是她就轉頭過去看 一樣也沒有半個人 對 然後所以她就是 也是覺得毛毛的 那另外一個同事就說了 說她有一次中午在樓上 睡覺的時候 就有曾經被押過 然後也發生好幾次 那後續她是去宮廟裡面 求那個護身符戴在身上 那才沒有再發生被押 那她剛好有一個同事 是她有就是靈異體質的 然後她就說 其實她在診所工作的時候 還滿常看到就是有 然後所以她就是覺得診所 就是本身就是不太乾淨 然後她在就是比如說 在收拾診療宜的時候 也會在莫名其妙 明明沒有病人在那 然後她就莫名其妙會出那個水 給病人漱口用的那一種 然後找廠商來維修 就是也廠商都說沒有任何問題 反正就是找不出問題來 然後後續就是 有陸陸續續有幾個 就是那些助理們 就是有偷偷看到老闆 在那個就是診所裡面 燒一些莫名的符咒 所以看到的人就內心就很害怕 想說診所到底是不是 有發生什麼怪事啊 然後所以就是搞人心惶惶這樣 然後在某一天看診的時候 就來了一個老伯伯 然後就老伯伯在等看診的時候 就是有跟他們聊到一下 就是這間診所的背景 然後就是說 他就提到說那個伯伯 已經在這裡住了 大概三四十年 然後他說這間診所 以前是一個廢棄的紡織廠 然後跟就是廢棄的樂園的土地 那那個診所的正對面 就是有一棵很大棵的百年榮樹 那那棵百年榮樹的樹根底下 就是有建一個土地宮廟 那那個榮樹的後面就是 那個樂園的門口 那那個樂園在以前很興盛的時候 就曾經發生一個 就是轟動全國的兇殺案 就是當時就是有一個 就是天王級的歌手 就是教說殺人 然後後續就是因為 那個樂園裡面也是一些 比較複雜的分子在出路 所以後來那個樂園就收掉了 那就變成一個廢棄的樂園 然後因為當地的居民都知道 因為那邊出路比較複雜 然後也曾經發生兇殺案 所以他們都會跟小朋友說 你們千萬不可以偷偷地 跑進去裡面玩喔 裡面很危險這樣子 然後但是你這樣跟小朋友講 小朋友就是有一些 會特別不聽話的 還是偷跑進去玩 對 那有一天就有一群小朋友 他們就跑進去裡面玩了 那玩完之後 他們正要離開的時候發現 奇怪 怎麼少了一個人 然後就大家一直找 都找不到他喔 後來還出動就是附近的居民 出來一起找 就最後很詭異的是 他們是在就是樂園門口的 那個榮樹下的土地公廟旁 找到他 對 可是找到那個小朋友之後 那個小朋友就已經就是 就是兩眼發指 整個人就是變得神智不清 然後後來就是把他 帶去醫院給醫生看 那醫生也檢查不出 有什麼原因 反正後續他就是 也沒有變得比較好 就是整個人就是變得怪怪的這樣 那後來就是因為那塊土地是 本來是廢棄房織廠 跟廢棄的那個遊樂場 後來就有一個建商 就向重這個地方 然後就買下這塊土地 然後把就是房織廠 還有遊樂園都拆掉 那拆掉之後就蓋了一棟大樓 那蓋了那棟大樓 就是現在就是 我朋友工作的那個大樓 那他蓋了那個大樓之後 其實事件並沒有平息 後續就發生就是 有一個就是為情所困的女子 就是爬到了那個大樓的頂樓 就是從上一躍而下這樣子 就輕生了 對 那後續就是那個 大樓就是常常會發生一些怪事 像診所裡面有很多怪事 所以那老伯伯就是跟診所助理們說 可能你們老闆在這裡燒符咒 是為了要求一個平安就對了 對 那後來就是 我朋友就是聽到這個故事完之後 過幾天 然後也是一如往常的工作 那某一天他下班完之後 就想說奇怪怎麼 診所一樓的門口 大樓的門口就拉起了一條封鎖線 發現很多警察都在來處理 而且超多人圍觀 然後疑問之下 他就嚇一跳 就發現就是 又有人從上面跳下來了 對 那他從上面跳下來 那個人的身分一追查 發現是當初蓋這棟大樓的 監工的公投 對 那後來就是我朋友聽到這個 就是怕後續自己不知道 會不會也受牽連 所以他就立刻隔天 就遞辭了這樣子 對 那個交互病房 我們常常看到那個護理師 或者是醫生在那邊很忙 但是其實還有別人也在 只是你看不到 陳醫師是這樣嗎 對 其實有一天 我在植那個 家務病房的時候 就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那那個醫院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是加一科 可是我們植家務病房的時候 是那一個家務病房一起植 那那個走進去的話 左邊是那一科家務病房 右邊是外科家務病房 可是那一天我值班的時候 剛好交班 因為家務病房比較複雜 所以醫師一定要一一的 慢慢的交班 可是交班到外科那一邊的時候 有一床在一個 類似像隔離室的玻璃的房間裡面 既然躺的是一個 大概四歲多 快五歲的小朋友 他覺得不大對吧 他應該要在別層樓的 小兒科家務病房才對 不應該在成人的家務病房 然後他就說 這就是今天早上 送來那個急診的時候 那個媽媽跟小兒科醫師 因為有一些意見上面不合 吵翻了 所以到最後就不收家小兒科 那這個小朋友是怎麼回事 他是跟他哥哥在玩 然後不小心跌倒撞到 然後就說他的腰會痛 腰會痛來急診發現說 他好像皮脹有破裂 有內出血的問題 那小兒科希望他手術 可是媽媽是覺得說 他活潑亂跳 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為什麼要開刀 把皮脹拿掉 所以他希望能夠觀察 可是就是有意見上面的不合 所以在急診室吵了很久 所以就說那就先收外科 但是因為收外科 沒有簽手術 統一術 所以還沒有手術 那這個病情 因為可能會轉成嚴重的問題 所以不能收一般病房 一定要收家戶病房 去做這樣子的觀察 然後他就說 這麼複雜 好 那就進來去看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就說有沒有什麼 特別需要去注意的 他說因為小朋友還小 住在家戶病房 自己一個人會怕 所以他們有給他 一點小小的鎮定的一個藥物 才不會去那邊把管子 在那邊鬧 所以可能到晚上 你值班的時候 他有可能會醒過來 你再注意一下 再評估看看還要不要再給他 那我想說好 那我就特別去注意一下 那因為內外科這部分 內科有時候就比較忙 所以我就要處理事情 就要到外科的護理站 剛好那個護理站 正對面看的就是那一個 病床 然後到大概晚上十二點 左右的時候 我在那邊做我的事情的時候 就發現小朋友醒過來了 那小朋友也沒有什麼吵或鬧 小朋友就好像在跟房間裡面 有人溝通 在聊天 然後想說 會不會是那個 愛睡的或鎮定的藥物 在退的過程中 有一些幻聽或幻覺的問題 想說進去看 看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走進去就說 現在是怎麼樣的情況 你在 現在還好嗎 你在跟誰聊天 他說沒有啦 剛剛就一個哥哥來叫我 他說叫我陪他 那我說一個哥哥在找你要陪他 是什麼意思 他就說有一個哥哥說 他住樓下B2的地方 那我想說樓下B2 沒有地方可以住 就只有我們的太平間 就沒有啦 而且這小朋友才四五歲 第一次來我們醫院 也不知道樓下會有B 我們這棟樓有B2的 這間地方 我說B2 那這哥哥還在嗎 他說 我就說怎麼還起來 就完全不知道什麼 在我旁邊喔 他說對 就差不多 就在你的旁邊那邊而已 然後他說他很不乖 我說怎麼不乖 他說他都沒有刷牙 嘴巴髒髒的 都烘烘的 好像有血這樣子 然後我說一個小朋友 站在我旁邊 然後又帶著血在嘴巴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就說 那哥哥跟你說什麼 他說他一個人在樓下很冷 然後又很無聊 然後想說叫他到樓下去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然後說那你怎麼回 他說因為他現在不舒服會痛 那個弟弟說他會痛 然後我就說 對啊 你不能走動 因為你現在會痛 你現在問題還沒有處理好 你不可以亂走 然後他說那個哥哥跟他講說 你就不會痛 那痛痛就不見了 然後我就說 你不行喔 你要問過你媽媽 你就是跟你哥哥 在這樣玩到受傷的 那你也知道你今天媽媽 在樓下的時候很兇 就是因為這種事情 才會那麼的兇 所以你要跟他講 你媽媽很兇 如果要跟你下去 要等到早上媽媽來了之後 問過媽媽才可以下去喔 然後他就跟他講 他就看著我旁邊 就看我右邊那邊 就跟他講說 我媽媽真的很兇喔 然後早上我還是要問媽媽一下 然後就說 對 叫他回去 要來改天再來 那今天不能來 可是他說他不會改天來 他今天早上 就是今天今天是凌晨三 他說大概早上 清晨太陽出來的時候 他就一定會把他帶下去完 那我說 我就覺得到底是真還是假的 我完全不曉得 今天早上就要把他帶下去 我說你就是睡覺 你就什麼地方都不要去 你就待在這裡 然後明天早上 你媽媽就會來了 要去哪裡再說 然後我就走出去了 他那時候出去的時候 我們在外面的護理站 都可以看得到 所有的生命跡象 生命跡象都非常的好 然後我就忙... 到那一顆那邊去忙... 忙到大概六點左右的時間 外科那邊就馬上說急救 要急救了 然後我想說急救 到底是哪一床 結果大家都跑過去 一窩蜂跑過去 結果是那個小朋友 生命跡象穩定的弟弟 怎麼會突然病危 難道陌生哥哥 真的來帶人了嗎 什麼 然後還要急救 你剛剛趕快去救 然後我還去救 那時候走 他就突然離開 怎麼會突然間 吃完 蜂蜂跑過去 然後就覺得很奇怪 很妙 然後就覺得說真的有點怪怪的 但是因為家戶病房 床位不能站太久 所以家屬一來之後 沒多久就要下去了 我就想說那不然我就陪他 就是家人一起下去 所以那時候我就陪家人一起下去 下去之後 雖然我是跟他講說 我們是家戶病房 可是他說這是小兒科的嗎 我就說是個小朋友 他說小朋友是在這一邊 那這邊就還有另外一位小朋友 就我們小朋友都放在這裡 那我說還有另外一位小朋友 男的嗎 他說對 然後我說是怎麼走的 他說 然後我想說不會吧 不會是昨天的哥哥 嘴巴都是血的那一個吧 這個也不這樣抓下去吧 這應該是 他為什麼要把他帶走呢 相約 不是 那整個過程 陳醫生都沒在怕耶 因為巴士要來啦 所以他們要 來 跟...一起坐車 他有什麼好怕 他是醫生耶 但如果說那個弟弟說 好 哥哥說他要走 但是他現在叫醫生陪他玩 生醫生就怕了 怎麼會吧 我請假喔 我現在要請他 我看醫生 好 這個今天又講了 很多這個有關醫生的故事 還是一句話 真的 醫護人員真的很辛苦 希望他們加油 因為他是看護我們的人 今天謝謝大家 搭帶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